上一次我们跟小文哥吃了最毒的鱼 我们也立了个flat 点赞如果超过十万 我们将再次相会进行深烟之战 深烟按字面理解就是腌制鲜活海鲜 它是一道华南沿海地区的著名美食 不经过加热烹饰 更能保留海鲜软糯入口即化的口感 是别的制作方法品尝不到特别 但是虽然都是深烟 制作的方式却可能完全不同 以著名的潮汕深烟为例 相隔十几公里的城市 就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其中相同的是 海边人对鲜活海鲜简单粘制后 层次多变软糯鲜美 原汁原味的追求 小文哥 十万点赞已到 号角吹 赞鼓雷 厨房里面谁怕谁 你去哪 我去找小文哥PK 深烟之战 慢着 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裁判呢 你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司机啊 这一次的深烟之战将在我的老家 广东潮汕地区进行 一是因为潮汕地区领海 能最大程度的保证原材料的新鲜 另一方面 是因为上一次已经去过小文哥的主场福州了 这次来我老家 还不让我拿捏住他 这一次我们驾驶别克一四 从广州出发 我们先前往汕头高铁站 接上小文哥 再一起出发去买食材 做生烟 全程约寄450公里 为了争取在天黑之前能够吃上生烟 我们抓紧时间出发吧 你蹭饭就蹭饭啦 那么多话说 我现在是用这个司机 用我心情的这个劳作 去换取我的粮食 而且我们今天开的这个是别克的一四 你没有觉得 对吧 你看现在我们广州找高峰 也特别的舒适 你没有觉得它整个质感特别的好吗 我觉得它整体做起来 会更像30万左右的那种质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奥特能 以前都是贵车 现在它是目前奥特能最便宜的一个车 它整个给你的质感 就是一个大车的质感 而且这个车的确是大 因为其实它是跟E5是同平台的 轴距是一样 对 轴距是一样 只是在这个外观上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区别而已 我就是觉得实车看起来 它整个会更加修长 它官方说长腰美背吗 长腰美背 美背是因为它有那个尾衣在那里 对对对 而且你没有看到它那个紫色 紫色其实特别好 但这方面我跟你就不一色 我喜欢这个颜色都会紫色很多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车就我本来以为它们会是一个平台 就是开着会差不多 但是我发现开着其实差别也挺大的 差在哪 我没有开过E5 E5就是一个纯舒适 纯家用取向的奶爸车 但是E4路感会更多 然后整个操控转向会更加紧致 它会更有驾驶欲望 但是它没有脱离家用车的范畴 我觉得是超出了我20万这个级别的预期的 王总 说句实话你就是想来蹭饭的对吧 那不是这么说的 那我问你了 你跟小文哥一个潮汕人 一个福建人对吧 这两个派别的斗争就是1000年以来就没停过 如果你们自己自卖自夸 那肯定就是有失偏颇的 你懂了吧 所以你需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 一个身处广州的香港人 来去点评你们的这个菜式 是比较有这个公信力的 因为它也不会偏帮潮汕人 也不会偏帮福建人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平时喜欢吃潮汕菜还是福建菜 福建有什么菜 我要听谭永霖的歌 一起来听谭永霖的再见一时内 再见一时内 是描述我们跟小文哥吗 我刚下完指令 他可以一直识别的我 我要听一首下方一点的歌 我很难过 没问题 一起来听分享的歌我很难过 为什么我很难过 你要分手难过的歌给我 但是你没有给他下唱歌指令 他会直接播歌 他给你播一首符合你现在心境的歌 让你痛痛快快哭一唱 小文哥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这么大龙虾从来没有处理过 先来杯八年的青柳压压压压 来 粉丝先吃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了 小乔你都不会好好照顾小文哥 你不应该在那边开门让他上车 就是啊 然后他在这里转过去 你怎么这样啊 我都给他开门了 要求好高哦 哎呦你的包怎么放在脚边 你放我这边吗 小文哥 就是啊 你看这么大的空间 要让我体验感好一点 你要再往里来 真的你就看到一个 哈哈哈哈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车空调触风口你是不是没看到 然后它是隐藏在这个地方 你虽然没看到触风口 但是它是很良好 我给你看到最大 哇好猛的 爽不爽 爽 哇它这个屏幕好大 而且是6K的 前面那个座椅 还是挺有以前那种美式大沙发的感觉 哇汕头真的是好多别克的 是哦好多别克 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那个老军业那个时候 在我们福州那边也是神车级别的 我那个时候开那个车哦 十年前哦 对啊他那个车很多都是领导住啊 然后我那个时候才18岁 这一次他们要出这个E4嘛 然后这个呢就是年轻一点 虽然看上去有点溜背 但是头部空间还是很大的 这个还是全景的哦 这个可以啊 小文哥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考虑一下哦 你先猜这个车是多少钱的车嘛 这个20万 小文哥猜的好准 20万左右的车 真的吗 真的 所以小文哥你今天准备拿什么来做森盐 今天的规则是这样子的 你们两个人要共同做同一种海鲜 啊这个呢是作为一个标准 作为一个基准 然后每人再做做另外一种 你们认为最特色的能带得你个人 或者是地方特色的啊 然后一人再选一道 这个对方不知道的 然后来比PK 对共同的菜式 对 PK 我要去龙北市场停车场 准备出发 全程十一公里 现在都这么自然啊 对 第一轮比拼 为了突出不同地区的独特调味风格 小文哥和我将选用同样的食材制作生烟 经过激烈的讨论 我们选择食材为大皮皮虾 我们买六只 多少钱 八百块一只一百多 难得难得 我都认识你都没算理会了 啊你认识我吗 小文哥你看 会被人认出来也不好使 在这里不会讲潮汕话都不好使 我告诉你 我都在比赛 比赛严厉 这里是我的地盘 我跟人家讲讲 就潮汕话 人家就帮我挑啦 我跟你说小文哥今天输 就输在这个地方不是他的老家 第二轮比拼 食材的选择将会完全开放 小文哥和我都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食材 进行随意的发挥 这个有多少斤啊 这烧鱼好大这只啊 下一道做什么吗小文哥 有想法吗 你想要大了还是要 我要好吃的 好吃的啊 他买什么 厚一点跟我说 贵的 我就说他来来回回就是那两招嘛 什么 买贵的啊 你准备用什么方法来还击呢 打电话给我妈问一下 那小乔她说她从来没做过生命 她妈妈是这个今天真正的大厨 她今天是来当跑腿的啊 妈妈 呃我输了一个路线的评论 因为我自己的路线不会太轻 然后我穿着有什么 买 但是她严不吃起来就没有 明明明 后来就爱贴 然后她尽量爱无垢 然后就会改 300 加起来300 对 小文哥我今天就要告诉你 不是东西贵就一定好 五斤二两 两千亿 哟 买的啥呀 哟 你买的啥呀 我买的在这里面啊 看一下 干不干 哈哈哈 大门货 怎么买那么久啊 把我的好货搬上车 我们可以干湿分离 把一些移动的放这里 还有一层 你看 哈哈 可以啊 这个后备箱还挺大的 好啦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 急速对比之 美女厨房 只有一个啊 美女 超级海娃 大家支持小乔的屏幕上 扣个一 支持小文哥的 扣个二 比赛开始 你以前有下过厨吗 有啊 我经常做饭 我只是不会做生烟而已 食材准备好了 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步骤 妈妈来守护 来干嘛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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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了 你们一人一起啊 一种口味 不会第二种口味啊 问题是 看来我略胜一筹啊 你们是喜欢有黄的多的是吧 因为香啊 香是什么意思 香啊 小文哥为什么不喜欢有黄呢 我觉得它性价比不高 好啊 观众们说一下 你们觉得是 潮汕人说的对 还是福建人说的对 在配料方面 我按照家里的习惯 把所有醬料拌在一起 和处理好的海鲜拌匀 腌制一到两个小时即可 而小文哥则会进行两次腌制 紫菜则是小文哥生烟里 最大特色的配料 值得一提的是 醋在小文哥的做法里 是同步加入腌制 而我家的做法 则是吃的时候 再单独蘸辣椒米醋 或蒜末米醋 妈妈给他们收个绝活 因为我两道菜的做法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直接把潮汕生烟 跟常见的螃蟹 拌进第一道菜里 做一道传统的潮汐家庭生烟 可以吃 很浪败 大家抖一抖才可以吃 哇 怎么样 可以把吃一下 吃白 吃白 两下来看 其他都不同意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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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手伸进去被咬一下 手指会被咬断了 可是谁会把手指伸到龙虾嘴巴里 你来尝试一下吗 求你了哥 我今天只要尾巴这个肉 哇 神经黄义 神经黄义 小文哥的第二道菜是龙虾四身 他特地为这只昂贵的大龙虾 单独配了一味 泰式海鲜酱 太难了兄弟们 我出去逛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 合适 调这个泰式海鲜酱的汁了 这里面来点香菜 蒜头 小米辣可以来两个 清凝汁 宽洪水 白糖 鹿 鲜酱 哇 这个就很山洞了 首先啊 点评一下卖相啊 这个有名堂吗 小文哥这个菜是 飞龙在天 看着就非常的昂贵 让人增添了这个好感 有一种夏天的味道 如果在我的期待的话 它再甜了一点 如果再苦多一丢丢 再加酸多一丢丢 我觉得好 但是它的这个好处 是让那个龙虾的 后面那个甜味 回甘的出来的感觉了 这个其实逼出了龙虾的鲜味 怎么样 我问一下 那个味道没有太进去 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 小文哥 我们现在咽了两个多小时 正好能吃出食材 原味的同时 酱料只能是提升它的鲜甜味 这有点意思 而且我觉得小文哥 选这么大的皮皮虾 它的好处是 你还能吃到虾的感觉 不像个鼻涕 这一道呢 有名堂吗 小乔 乔马思念 就那么朴实无华吗 对啊 所有在潮上卖的好的 都是长这个样的 这个旁边的这个香菜 说明料足 吃这个潮上的生烟呢 一定要来点这个醋啊 辣椒醋 咸味其实放的比较重 但是因为这个醋 刚刚在外面一浸泡的时候 它其实跟那个糕 很好的综合了这种感觉 因为糕其实它是 相对来说比较腻的 但是如果那个腌制那个醋 没有浸到那个糕里面 其实你那个糕的味道 你还能在后面再感受出来 可能福州人呢 他们就不喜欢在生烟里面有糕啊 潮上很喜欢 可能是因为福州的生烟是把醋放到这里面去的 糕一直跟这个醋放在一起就不对的 但是呢 你发现哎 这个糕占这个醋呢 它是很对的一个感觉 只是我一个人呢是不能做准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也同样邀请了两位来自广州的评委 如果是觉得小桥胜出的话呢 啊就是请举出你们的左手 如果是觉得小文歌优胜的话呢 请举出你们的右手 好啊 现在我们全部人闭上眼镜 听我说啊 三二一走 好 好 睁开眼睛 可是我这次我不认为是 福州战胜了潮汕 生烟最重要的还是食材本身 所有的料理方式呢 都是把海鲜原来的鲜味给逼出来而已 我觉得龙虾这个食材 就是它首先不能以食味的价格去捏它 我觉得小文歌这一次是自取的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有点妄想想用三百块条件两千块 你觉得这两个没法好吃吗 一定要是那个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我肯定死也得说我自己做的好吃 小桥你选的 都说我输是输在这道龙虾上面 所以肯定是我的这个好吃 输了就输了 我没花那么多钱对吧 虽然我输了 但我觉得潮汕和福州之间的做法 并没有高下之分 因为每个人做的生烟 用的不够 不同食材不同调料调制出来的 都是自己心中家乡的味道 胜负我觉得是根本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们聚在了一起 对 吃了餐晃 PK之前就互飙垃圾化 PK完之后就互相高情商发言 吃完了还这么坏 对 小文歌真的很有排面 来我们节目都是老王亲自接送的 还在这么有质感的车 结束今天完美的这个旅程 所以小文歌玩得开心 开心 下一次我没有PK什么呢 你跟小乔一起PK手打牛肉丸 看看谁打的牛肉丸更牛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跟小文歌做 你多是这么吃啊 那我跟小文歌打牛肉丸 好 点赞过15万 不要那么高少一点 14万99899就可以了 好 王总PK小文歌打牛肉丸 哈哈哈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